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白鲁园》 《白鲁园》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也被翻拍成了电视剧 它描写了两大家族三代的恩怨情仇 也反映了一种不良风气 同时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行为进行真贬实弊 是非常深刻的一部作品 但其中有些情节较为露骨 比如在《白鲁园》中有这么一段情节 郭举人吃泡阴枣 很多人对泡枣非常好奇 这是什么东西 据说吃了此泡枣能壮阳补阴 这是真的吗 今天我就带大家一同揭秘这个流传了千年的古方 大家好 我是热心读者 在节目开始前麻烦帮忙点个赞 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了 泡枣到底是个什么神奇的物件呢 泡枣也叫阴枣 拼干 在古代正式称呼为阴枣 泡枣在道教书中经常出现 是陕西民间千古流传的方法 用晒干去核的红枣 放进入未经人世的女人私密的那个地方 吸收精华 拿出来干枣 以圆润滚石 然后吃掉 在封建传统礼俗的旧时代 我们都知道女人在那个时期是没有什么地位可言 不同于今日的男女平等 人人都向往追逐自己的梦想 可在那个旧社会 男人三房四窃 三五成全的数不胜数 女儿就如同泼出去的水 当作门户之间做勾当的交易 也因为这个原因 在男女房事方面 更是没有分寸可言 我们就说说白鲁园中的郭举仁和田小鹅吧 女大当家 虽然田小鹅的出身也算得上是名门闺秀 但父亲为了谋取些钱财 就将自己如花似玉 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儿 嫁给了年过花甲的老头郭举仁 在白鲁园中 郭举仁是个年过六旬的老头子 哪有什么力气和耐心 去面对这么一个刚过门的小妾 自己也没什么精力 去跟田小鹅培养感情 但郭举仁偏偏就有个癖好 爱吃泡澡 这时候田小鹅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由于田小鹅年方正茂 加上郭举仁自打她过门 就没碰过她 还是完毕之身 是个炼药的绝佳器皿 于是白鲁园中 就有了这么一段情节 郭举仁喜爱吃泡澡 每夜都要让自己的二房妻子 去看着田小鹅 将两三颗晒干 并去了河的枣子塞进私处 再在第二日清晨取出 用清水洗净 郭举仁在空腹将其服下 原文是这么写的 黑娃得意地笑着问 姐呀 听说你给郭掌柜泡澡 是不是真事 小女人顺手抽了她一个嘴巴 抽得很重 不像玩的 黑娃哑了口 后悔自己 忘乎所以说错了话 小女人随之就坐起来 把那个屎盆 拿到黑娃跟前 黑娃嵌起身一瞅 尿里头飘着三颗枣 已经浸泡得肥大起来 小女人憎恨地说 提到泡枣的事 她就像挨了一锥子 大女人每天晚上 来看着监视着她 把三只干枣塞 塞进下身才走掉 她后来就想出了 出气的办法 把干枣掏出来 扔到屎盆里去 长公头李相问黑娃 郭举人六十多 快笨七十的人了 为什么身板这么硬朗 黑娃说 是因为她净吃白米细面 山珍海味 鸡鸭猪羊肉 李相说 不对 是因为郭举人吃泡枣 郭举人取下那个二房女人 不是为了睡觉要娃 是专门给她泡枣的 每天晚上给女人那个地方 塞进去三个干枣 浸泡一夜 第二天早上掏出来 掏洗干净 送给郭举人空腹吃下 郭举人自打吃起她的泡枣 这二年返老还童了 但说来也是奇怪 郭举人在吃了一年多阴枣后 似乎与以往大不相同 说是自从吃了泡枣以后 年过花甲的老人 似乎返老还童 年轻了许多 身子骨也比以前硬朗了不少 但只是这么个巧合罢了 在日后的日子里 虽然郭举人还坚持每日使用阴枣 但生理功能等 还不是随着岁月的流逝 逐渐衰竭 其实泡枣不仅在白鹿园中 在其他的文学作品 也有相关的描写 废都中的装枝碟 泡的不是枣 而是荔枝 泡的适应范围拓宽了 但工艺是一模一样的 效果也是一样的 相对于泡枣 泡荔枝倒是与时俱进的产物 一是它干净卫生 没有后遗症 二是便于南方荔枝产地的人们操作 有人说泡枣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前秦 距今至少1700多年 而且 第一部写泡枣的怪异小说 就是陕西人写的 即前秦人王家所写 十一记 其中就有实用泡枣养生的做法 说书中描写 西王母在周牧王东巡之际 下凡而来 在人间与牧王共享云与春宵之乐 西王母把泡枣取出 劝牧王即时服下 以做养生强金的补品 牧王服下泡枣之后 精力充沛 荣光焕发 血气方刚 西王母感到十分的满意 西王母走后 牧王只能服人间女人制的泡枣 那么 吃泡枣这种方式 真的有如此强大的养生功效吗 吃泡枣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经过调查了解 这种养生方式在古代 确实非常普遍 尤其是在陕西一带 非常普遍 许多人家都曾经尝试泡枣 而南方也有类似的讲究 只不过 使用的不是枣子 而是荔枝 到了近代之后 泡枣这种习俗 也渐渐的消失在人们的印象当中 而这种泡出来的枣 真的能达到让男人提高能力的目的吗 其实不然 在陕西当地流传的一个故事 从侧面证明了泡枣这个东西 根本没啥作用 故事大意如下 当地的李大户 在过了40岁以后体力下降 听了别人的建议后 也开始进行泡枣 还专门买了个黄花闺女 专门就帮她泡枣吃 不过 想到干枣又干又色 其褶皱当中 还有不少的灰尘污垢 那个给李大户泡枣的孩子 后来就各种感染生病 大家都以为 是枣子吸取了她的精华 所以才导致女孩生病 但李大户确实 在服用了这些枣子之后 有了精气神 全方面的提高 夜夜生歌 不知道累 那个女孩在听了自己遭遇之后 非常的害怕 就偷偷地将李大户 放到自己下面的枣子抠出来 放到自己的夜壶里面泡着 也就是说 李大户每天吃的枣子 其实不是泡枣 李大户知道了真相之后 就把这个女孩赶走了 又找了一个 每天都看着泡枣 不过在那之后 李大户吃了真正泡出来的枣子 以后身体也没有变好 没过几年就去世了 这个故事当中也体现出了 所谓能够让男人提高能力的神奇枣子 其实大多数都是心理作用罢了 而经过现在专家研究表明 女性当中除了有一部分巴多分以外 并无太多的和壮阳相关的成分 泡枣能够提高男性能力的说法和案例 在科学上站不住脚 大多应该是心理作用 无论泡枣的传说如何神乎其神 这对女性的健康和尊严 都是无情的践踏 无怪乎白鲁园中田小鹅 口口声声称 郭举人不把他当个人 铁了心要跟黑娃走 了解真相后的我们 不仅对这一悲剧人物的怜惜 又多了几分 其实在阅读完《百鲁园》后 我们可以逐渐了解了作者 为何将这样的情节 呈现给我们的原因 在那个旧时代 女性就如同工具一般 陈忠实通过这段情节 也是在讽刺那些封建迷信的思想 同时 他也从侧面深刻地反映了 当时女性的遭遇 通过了解这段故事 我们能够了解旧时代 女性心理和生理上 对传统刚常的排斥和厌恶 虽然泡枣只是心理作用 但是 红枣对身体有效果 确实真的 红枣又叫大枣 是果树中的鬼精 天赐人间的宝物 中医说 这样有补益作用 大夫开的方子里 常见红枣两枚 本草纲目记载 大枣性味甘贫 补中义气 养血安神 同样是大枣 泡制方法不同 效果又差异 九枣兼有活血作用 蜜枣加强了润肺的作用 而民间密传的泡枣 又有温慎壮扬的作用 且能延年亦寿 只不过是旧时代 泡枣的漏袭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咱们下期再见